大家好,上一段影片我介绍了在澳洲和Education相关的学试课程的资讯 今次的影片我会跟大家讲讲碩士课程方面的资料 首先,碩士课程会分为Master of Education和Master of Teaching 首先讲回Master of Education 报读这个课程是可以帮助同学进一步学习和教育相关的知识 由于这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课程,所以涵泰的范围会比较广阔 包括了教育理论和教育心理学等等 但要留意同学完成这个课程之后是不能成为老师的 如果同学是希望毕竞业之后成为老师的话 就要读上Master of Teaching的课程 它跟Betcher of Education一样,同学是需要选上学前、小学、中学教育三个领域去报读 这一科对学生的英文要求相对会比较高 所以同学要入读的时候就要考好IELTS 同学毕业之后就可以拿到澳洲认可的教师职业资格证书 实习方面一般会要求同学在课程中完成60至70日的职位 大学会为同学安排合适的学校去做实习 而有开办Master of Teaching的学校就会有 实习大学,新南威尔斯大学,密尔本大学,坤士兰大学,塔斯曼尼亚大学 入学要求方面,这两个课程都需要同学完成认可的学士学位课程 以及有良好的学术成绩就可以报读了 英文要求方面,Master of Education一般只需要同学IELTS平均分 有6.5分就可以了 而Master of Teaching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它会要求同学的平均分有7.5分 以及指定了speaking和listening要有8分 不过大家要留意,Master of Teaching的课程 是会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域 要求同学在Bachelor degree的时候 就要读了某部分的学科 以Master of Teaching的Primary为例 它会要求同学在学士课程的时候 就要读过English、Mess、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及Creative Arts等等的科目 而以Master of Teaching的Secondary为例 同学只能够就着他在Bachelor所读的学科 去选择来做碩士课程的主修和复修的教学范畴 可以选择的教学范畴就会包括Business Studies English、Mess、Science等等 所以同学读碩士课程之前 就要考虑自己在Bachelor所读的东西 能否够输入Master要求的学科 也因为有这些特定要求 所以很多时候Bachelor of Education 是有设备Double degree的课程给同学选的 就是可以方便同学日后想读碩士课程的时候 选择有兴趣的学科 去完成Master of Teaching的课程 今次关于碩士课程的介绍暂时就这么多了 下一条影片我就会跟大家说 要成为注册教师的话 有什么步骤需要留意 到这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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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能够到这里啦 我们下午完整的课程